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贊文 說民主黨如果杯葛立法會選舉 是對抗中央,只有死路一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如果政黨吳議政,論政參政 會懷疑他們有什麼存在價值 一位二報導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在明報贊文 說民主黨如果杯葛立法會選舉 是攬炒式對抗思維 公開宣示和新的選舉制度 以及中央對抗 民主黨所有成員都會面對 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的質疑 是否符合資格參選下一屆區議會 立法會成為疑問 又說以不參選要挾中央 重慶法樂被捕的民主黨人 是打錯算盤 如果全面禁止參選,只有死路一條 林鄭月娥被問到民主黨不參選 還有沒有生存空間 議政、論政、參政是他們存在的價值 如果一個政黨存在有很多黨員 但他既不議政、又不論政、又不參政 那就要懷疑他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如果有個政治組織說他從今以後不再參與香港的選舉 即是說不再進入政治體制來論政 是有點奇怪的 從我們的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 我們一定是可以接受不同政見的人參選 因為中央官員都說過了 我們完善選舉制度不是搞清一色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回覆 說民主黨從沒有鼓吹攬炒 也都沒有聽過要以不參選 要挾換取還押黨有的自由 至於是否參選 他相信下個月會員大會的時候 將會按政治形勢、未來發展和風險等的評估判斷 透過黨內民主程序決定 有線電視記者 優惠儀報道